张超率先发球 这场球是一个看点 老将张超上来发动比较快 2比0领先了 梁景坤反抗了1分 现在的比分是1比2 梁景坤落后 加油 加油 好球 通过前五个球 张超在这个控制球上 确实还不错 前三本在控制上 对 现在来看 从场上这 这两个人的这种 动物啊 明显现在是张超 把自己的位置 放的 放的很合理 他是去拼的 对 他并没有说 因为自己 两个人 对 对 就是 生气 这是一种 有些有一些光环在 对没有出现这种 轻敌的状态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好球 其实刚刚也是这几个赛季在武农效力 其实每个赛季的每场比赛 他的起伏 他状态也是非常稳定的 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的这种表现 他的这种准备还是有很大关系 也是咱们女男的一个榜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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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赛打到中间 是4比6 杨静坤还落后2分 现在发球有变化了 对 刚才领先的优势啊 转眼之间就追上来了 哎 哎呦他这个发球确实这几个发球确实变化 选转很转啊 而且在落点上 杨静坤下到ingo 有杨厂设 还有一个正确段 一个《旁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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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打了一个脚步啊 他打得很难受 哈哈 挺身体实 kim 十 cav 这几个球也是首先上手摇着毛泽梁胜坑的反手臂 先七板 还是你选的 变了 好球 这几个球 如果要是继续发逆旋转 可能还是对张超有一定的威胁 因为之前张超一直在吃 吃那两个 对 张超看看能不能把这两个发球保住 这样张超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第一局的几点 张超 哎 加油 加油 好球 好 行了 平野 张超的出色发挥 率先拿到了第一 第二盘比赛第一局的一分 一比零领先 那么通过 第一局的比赛呢 张超的首先进入状态 非常快 而且这个 把自己的这些比赛 比赛的这个 姿态 放得比较低一些 他就去拼对方 这样更有助于张超发挥出水平来 对对对对 而且在战术上自己主动上手 而 发球上有一些这种变化 嗯 正手短的反手短的 而且在整个的处理球上 没有说那种明显那种无谓失误 对对 基本上还是 发挥的比较出色 嗯 其实第二盘这场球来说 对梁敬坤 也是有一定心理压力的 对 而且上来也输了一局 对 但是下一局 嗯 现在下一局 张超就得小心一点 梁敬坤发这个逆旋转了 嗯 下一局 梁敬坤肯定会以这个逆旋转为主 对 因为之前 张超已经吃了两个了 嗯 他后边没有坚持 对 是不是也可能 梁敬坤也想着这个逆旋转是我的绝活啊 我可能先保留保留 对 万一要是适应怎么办 对对对 会会肯定 可能会有些这种想法 嗯 第二个比赛 林敬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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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 其实老将张超啊 在这个逆旋转这个正守卫这一块 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技术体系来讲 这个球是他的一个小软肋 嗯 嗯 就是平时 比赛啊 还是训练啊 对这种逆旋转比较触 是 嗯 还是计量出打法制约了 是 和他自己其他技术相比 啊 这个球 过去的质量不如其他技术质量高 嗯 现在比分是 嗯 0比3 张超落后 对 好 0比3 好 0比3 0比3 第二局一回来啊 不一样了 嗯 这前两个发球的人 啊 啊 杨静坤是 四个球全能在下 嗯 老球无比0 嗯 嗯 嗯 杨静坤的这个战术 现在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嗯 继续逆旋转 正后短的 啊 嗯 这个张超现在也开始 也开始 也开始变化 他之前一个用正手 但是现在 你过来用反手紧 嗯 你过来用反手紧 操吧 现在如果比单线的这个质量的话 嗯 反手为单线这条线 梁静坤还是要上红一些 嗯 嗯 现在就看张超怎么去 嗯 去突破 一个是可以在前三本当中这种 加上质量 嗯 第二个是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 现在比 第二盘第二局比赛进行到中局啊 张超是2比6落后 嗯 实际上是1个单线 资奥 所有的资奥 嗯 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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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失误 其实这几个球打的还是老江汉汉还是有一点便宜 现在人家就是抓住正手短的这个小软肋 那又是正手短了 现在八度海战这边请求暂停 其实在这个赛停用在第二局当中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用的还算是比较合理 因为一个是第一局已经输了 而且第二局当中现在也是被连追的石头 这个时候如果能第二局能把这个石头控制住 第二局赢下来 这个对后面的这个对后面的比赛压力会小很多 如果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就是以这个八周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继续让老江张超这么往后追 一旦第二局输了以后会非常麻烦 你再想往回一咬难度特别大 而且梁俊坤也是属于现在也是属于拼超的新手 虽然说去年也打了 但是毕竟在经验上还是会有一个差距在 所以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合理 好的 暂停回来 我们继续看比赛 张超不知不觉把比分追上来了 现在是7比8和落后一分 其实梁俊坤现在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 他在反手这条线上其实比较上风 但是打的稍微有点搏得太凶了 有一些误会失误在里面 我说这个这一场球 他这个通过第一 八轴海润通过刚才第一排当中的选手 包括现在的梁俊坤 也没有就是说整个球队对这场比赛的一个态度有 就是说我这场比赛就是拼就是活 可能球员可能心里会想着 我就是什么球我肯定会 都以博为主啊 或者整体的一个方式风格为主 有关系 因为毕竟他们这个团队 还是比较年轻化的 无论是在算球啊 还是在这个处理球的 细腻程度上 还是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么 丰富 其实按照公众的实力啊 综合实力 老将张超和梁建宽 现在 老将张超还是要下场一些 嗯 嗯 他毕竟在整整整个的这种竞技状态 对 也不如当年啊 嗯 现在张超把比分反超了 9比8 好 漂亮 漂亮 这样张超是在第二季比赛当中啊 是在做后多分的情况下啊 现在是反倒拿到了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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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坤 加油 打到这种局面就 就是下滑了 嗯 啊 现在 看着鲁龙队主要练光臣力啊 请求了暂停 他看来对第二局也是志在必夺啊 对对 第二局其实在这场比赛来当中 这个第二局是个点 通过看着口试啊眼神啊 您和郭忍导当年也是您的教练啊 您感觉郭忍导现在揣测一下 给他给赵超传授受的什么呢 嗯 揣测揣测 刚才看他这种感觉哈 也是个人意见哈 觉得肯定会是如果对方再给他正守卫的话 这个球不能再搓了 应该是果断了挑出去 嗯 因为你再回摆的话 梁宁导肯定就上手拧了 嗯 梁宁导他上手一拧 这板球质量稍微低一点 后面打起相持就下方 嗯 我看看第二局双方两支球队啊都把暂停就完了 看看暂停回来以后 张超啊能不能拿下这个局点 最后还有变法啊 嗯 这样的话张超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较的胜利二比零野心 嗯 那么对于张超来说啊 啊 2比零这个比分对名老强看来就无论输风这个心理上已经是完全放松了 更好的为接下来第三局 既然受伤最新玩手不相应了 心态能平和一些了 其实在这种提前的准备上 老将张超甚至要比方博做的要更好一点 对吧 我们刚方博第一场对王主亲也是第一局上来 让人家打得有点措手不及 但是老将张超第一局上来又是好又是反 就给自己鼓励 这种行为能看得出来 这也是非常优秀 对 也无愧世界冠军 其实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局比赛当中 张超是11比9战胜的对手 但是整个回想起来 第二局张超确实打得很辛苦 一上来开局 就4比1 1比4落后 这个正手的小软肋也被人家抓住了 对 变测血了 你用 第三局比赛开始了 张超率先发球 现在比分是1比0领先 目前来看还是感觉梁敬坤的这种反手这条特长线 并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 你像刚才第一个球 那个球其实是个小机会 但是他无为失误私丢了 第二个球显示出来了 嗯 这种非常强势的反手进攻 还是这么短 其实这个球 老将张超球是可以挑出去了 这个球一直 这打到第三局了 前没有挑过 中间撇了一个第二局 但是被对方拉回来了 后摆以后就一直在这种回摆 但是这个球基本上都是上去的 对 撇出去 撇的没有问题 因为蓝领坤撕了一个薄的 对 节奏上有一些变化 对 这个逆旋转其实也对于老将张超来说 这并不是最特长的发球 嗯 好球 在鲁灵咱们这一块发逆旋转这一块发球出色的 这两个群人相对来说 相对来讲 方博要发的这个纯属一些 现在比分是2比4 梁静坤落后两分 现在梁静坤通过发球慢慢追上来了 现在3比4 还落后一分 双方比分打平了 4比4平 5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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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梁静坤落后 嗯 看看方博这一轮发球最后一个发球 能不能继续把比分扩大一些 现在比分是5比4 当超底线 对 嗯 嗯 很炫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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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反省这条线上 梁敏昕并没有 就是占台太大的便宜了 对 其实这条线是他的最特长的 是他的特长线 这条运气 可是有的时候 比赛就是这条线 有可能是打到你的这种特长路子上 但是 你不一定能得分 有一些综合的因素在 对 现在 7比6 这也反映出了还是这种 年轻球员的这种 把握的能力 包括对场地的气氛的适应 赛场的适应 灯光啊还是一个综合因素 对 好球 这把球就能看出这种反手的攻击 对 这个球有点可惜 这个时候 他接了一个半高 张涛 对 对 但是这个球上还防回来了 现在是7比7平 双方比赛的都很紧张 好球 对 好球 跳在那边 打起来 放不开 好球 打起来 好球 打起来 好球 而且球发球轮在张超这边 好球 打起来 打起来 看还能不能把握好 这样打到 都把握住的话 打到10比8 这两球就好说了 哎 这个机会吗 小冲 加油 小冲 加油 小冲 加油 好 加油 刚刚这把球 这个拿出来的确实 其实双方这两个球 是不为机会的 对 但第一个 但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步伐 嗯 步伐没有完全 差一点 对 差一点小输入 都挤住了 还是逆旋转正手 还是逆旋转正手 其实 在这一局当中 端端接逆旋转 适应多了 嗯 但是在这个衔接上 衔接上 衔接上还是说明 差一点 嗯 还是 这个 质量高啊 还是 这样的话 南俊坤 是 扳回了一局 现在双方比赛 打到了 对啊 对啊 1比2 啊 然后就扩人落后 嗯 其实这个逆旋转 嗯 现在来看 对老江装车的呢 有威胁还是比较大 嗯 对 第一个 还有落点上的钳子 对 有装好短 有防射短 而且还有防射差 对 我即便就是这个球接过去 但是对对方的这个威胁和指标 并不是特别大 对啊 反而对方回过来的球 一会儿我这个衔接也不好衔接 嗯 现在说你 嗯 老江张昌呢 我要是这个球摆短的话 嗯 摆短的话 对方这样伤害意义 第二板的这种 对我不是很主动的这种防御过去 对自己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现在除非是 如果要是过来这种反手强行警 嗯 就得 就得把这个球算准 嗯 因为对方他已经反手短了 还有防御常常牵着 对自己的这种 嗯 主动性啊 还是受一些影响 嗯 好的 先看看怎么才能 对 把这个逆旋转正手短的这一块来 嗯 解决好的 好的 第四局比赛马上要开始 可以适当的算好 可以适当的快批两个 快批快摆 这个节奏可以稍微加快的 好球 漂亮 好球 上来就快活了 对 上来第一分啊 张昌 躲得非常有气势 好球 好球 所以这个球还如果按照杨敬空的角度 这个球其实是个机构 嗯 嗯 还是有一些弱失 嗯 这个球过来的并不是 质量并不是很高 嗯 哎呀 对对对对 还是两个 嗯 他也没有想到老江张昌能回了个半高 对 他在后边想顶着啊 顶着防着膀呢 结果这个节奏一变化 脚步一调整手上还可能有细微直出啊一调节手手感就没了 对 三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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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机会球对梁静坤来说啊 对梁静坤来说啊 对梁静坤来说啊 这是个 是我擅长打的球我反而没打上 对 哎 这对他来说确实心里有点嘀咕一下 哎呦 怎么回事啊 哎呀 可惜啊 对对对这也是这种超一流的选手 嗯 他和这种中层中层的选手的区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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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刚才那前面的几分 如果是让马龙来处理的话 嗯 基本上都都已经拿下来了 因为那几个球质量不是很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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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老将张涛在这种精确的处理上 基本上没有太多无视 嗯 嗯 包括刚才最后输的那一句也是说 过去以后被梁静坤拉死 嗯 嗯 自己主动的这种无畏失误没有 对 哎 哎 哎 这个小将在比赛中 这种节奏啊 这种无畏失误啊 嗯 嗯 这种综合的打碰能力还是差一点 对 再加上去有一些这样的运气 哎呀 这样的话 第四局 嗯 都没有想到啊 第四局现在目前的比分是 7比1啊 张超领先6分 好球 超球 超球 这就是刚才一开始说的 如果要是回的这个质量不是很高 反正就被人家有运气 嗯 还是第一个球 就第四局第一个球摆得好是一个快摆 节奏能快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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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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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帮我了 这样 阮景坤在自己的发球轮当中追回了两动 现在比分回到了7比3 嗯 张超发球 嗯 这三个球 嗯 好像张超 打的时候有一些 有一点保守 嗯 其实自己第三把主动拉到一把 已经质量也挺好的 对 可以后边可以加一些质量 嗯 对 对 对 那是个失误 现在看的是犯有失误 但是这个点还在于中和短子 那 中和短子 这个 这把球挑的质量不是很高 嗯 打到这种 嗯 一对前几号的 你一板质量不高 嗯 就很容易被对方 抓住 对 好 这样不知不觉 杨旭坤把比分稍微追上来了 只落后两个球 现在张涛的发球轮 8比6暂时领先2分 好像张涛现在得把节奏放好了 对 其实打到现在 第4局来说 也是考验双方队运动员了 因为暂停也都没了 对 梁涛在一皮落后的时候 这几个打得很坚决很恐怖 不像一上来 第一第二局 打得那么 稍微有一些就保守了 对 好球 感觉落后里面反而生病了 张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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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让我给说 最颇 梁涛加油 这个 京队 就是 恭喜 本身第一个张超拧的就是一个薄皮 拧的比较薄比较短 但是梁景坤也是在下一次当中 这么侧着 这么拉了一把 我们俗话说的 侧拉了一把 摆这么短 这就是典型的梁景坤这种 就是反手就是强势的一种相识 因为敢打 打到这个结果眼神了 其实这一把搏不上就输了 对 他还得拨 现在在看老江张超能否这种主动的先出质量 对 看看罚球 把握住 罚球打平了 实力师 有点出台 也有可能是故意发出台的 因为想的是他可能会反手拧 但是没想到他没有用拧 让张超盯了一下 欢迎 那现在老将张超也是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这个正手短的 强行的那种反手拧 嗯 强行的那种反手拧 这样是 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啊 是搬回来了 双方打平了2比2 这样接下来是 关键的这个决胜局啊 是7分制 肯定也是非常的精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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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